哥哥们上期故事咱们讲到我这周公子啊当时呢在这个膳妇局的办公室一个巴的就将那个膳妇局啊给打进了个小院院了 那么你看当时啊六三门的一把呢就来到我关周公子的一号房间周公子直接就跟他说了你可以给余秘书打个电话 跟他确认一下子我的身份那么你看这个时候啊这个长沙市六三门的一把老乔呢把电话就打给余秘书了 经过余秘书的确认呢这个人呢就是周公子 这个时候呢他就跟那个周公子说说周公子你打的啊那不是别人那必定啊这个长沙六三门店 那副手我这样吧我现在到这个医院呢先去看看这老善你看老善那边怎么说 你呀先给这边委屈几天周公子说行你先去吧就这样当时呢这个六三门的一把老乔啊就来到这个小院院准备着看看呢 这个老善这老善当时看了领导来了之后呢也是毕恭毕敬的直接就跟领导说了领导你怎么来呢 我这点小伤啊不用你亲自来看明天呢我就回去上班了 这个时候老乔就说了老善呢我今天来呢是得有事跟你说你看这个事啊你能不能不追究了 这当时你看这老善一旦不是瞧诀你这话可不对吧啊那再不记那我是六三门的副手啊那是他上去给我一个巴掌都给我打进小院院的你说这个事我就这么忍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善呢这个人呢打你的人知道是谁吗他是谁呀他是谁也不行我这么跟你讲吧他是咱们周大老板的公子 谁谁的公子他是咱们呢这个管着全国小青警小五五一把的周大老板的公子所以说呢这个事啊不行咱就忍了咱们呢 可别闹了这当时这老善一看领导他就是周大老板的公子他也不能随便打我呀那我必定是不是那也是这个六三门的副手 我觉得这个事啊就是周大老板也不可能允许他的儿子到处来打他的下属嘛那你的意思你还想追究吗那我肯定想追究啊我不能就这么样的忍了我 这当时这老乔一看说你考虑考虑我觉得这个事啊好像是挺危险的我也不想你有什么事没事领导你放心吧啊必须啊让他还我一个公道 那么你看就这样当时呢这乔举啊就回到了关周公子一号房间把呢这善局的意思就跟周公子说了说善局那边啊还想追究你的责任 这当时周公子就说了那行你呢给啊余秘书打个电话就跟余秘书说我把这个善夫局给打了而且呢善夫局现在呢要我要追究我的责任 这当时这老乔一看说行我把这个事啊跟余秘书说一下那我回到办公室之后啊这乔举把电话呢就打给余秘书了余秘书那边就接了哎老乔领导我这么跟你讲吧啊这个周公子啊在这块呢给我们善夫局打了现在呢善夫局啊要追究这个周公子的责任因为啥呀当时余秘书就问这个老乔说因为啥呀 因为那个善夫局啊在当地呢有一个这个小兄弟也是我们当地一个流氓的社会头子咱讲话关系户嘛可能是跟周公子有点矛盾这不周公子就找到这个善夫局了要求善夫局啊不再帮他这个人并且呢将周公子手提前的兄弟刘汉的几千个W啊给要回来当时善夫局就拒绝了那在办公室啊周公子啪啪就一个巴掌闪过去就给咱善夫局啊给打了那善夫局现在还在小园园住呢我已经去找这个善夫局了人家啊是一点面子也不给 这边余秘书一看行你这么点他怎么说又怎么办周公子啊这个案件呢你们呢就继续往前办吧该送小简简小茶茶呢就送没事 听到这是你的真实的意思吗我真实的意思好嘞 这当时余秘书一听好你个老善呢你打的可真大呀你看随后第二天上边直接一个电话打到哪呢打到我这个小鸡鸡小简简直接小鸡鸡小简简的要求是什么呢彻底清查哦这个谁呢善夫局和文三爷他们俩这个犯罪行为那么你看这个时候这老善呢也得到消息了是老善呢主动找到老乔就跟乔局说了说领导你看怎么上边突然间又查我呢 这你还不知道咋个事吗你自己做了啥事你不知道吗你给咱领导的公子给得罪了现在公子要除了你不要除了你说已经能不查你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怎么熬到今天呢你这头脑怎么这么简单呢领导那你看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出了你说怎么办怎么办那么这么的吧你亲自到了个一号房间跟周公子陪礼道歉那么周公子有什么要求呢你就答应我想这个事啊还有会那行那行那周领导你陪我去呗我就不陪你去了我陪你去到那块你说些难听显得我多尴尬呀那行就这么的 当时这个善夫妻就来到了关周公子的一号房这边周公子看了看老善有事啊周公子我这个错了啊周公子你看能不能原谅我这一回周公子说你哪错了周公子你说我哪错我就哪错了我不该你充当黑鹅势力的保护伞我也不该你啊这个得理不饶人我也不该你追求你的责任周公子说那你看刘汉那个事你这么的我现在就给文烈宏打电话将这个刘老板的钱呢全部归还给刘老板并且呢再给这个刘老板呢拿两千个W作为赔偿你看行吗 周公子说如果说这个事要能办到了我呢就原谅你这一回我呢就给余叔打个电话如果要是办不到我呢就我再收拾你周公子你放心我肯定能办到我肯定能办到你放心吧当时啊这个善夫妻当着周公子的面把电话呢就打给这个文烈宏文烈宏那边就接了领导你现在啊马上把这个四川耗用集团领导的钱呢全部给你拿回去五千五百个W全部归还给你钱另外你再给拿两千个W作为赔偿不是领导这什么意思啊他怎么在咱们湖南长沙还称王称暴了 这钱能给他吗领导这钱呢给咱俩分呢分什么分你听我的你想活不你要想活把这个事马上就做了如果说啊你要是不想活的话那么呀你就赶紧去死领导那你啥意思咱们得罪高人了得罪不起啊现在呢晚上五点钟咱们呢在这个香格里大大酒店把你把钱啥都准备好只允许你自己来一个兄弟不准不允许带给刘老板和周公子亲自道过歉那行吧领导那我知道了哎那好嘞就这么的当天晚上五点钟 周公子和刘瀚留给这一行人呢还有这个善夫君呢就来到这个香格里大大酒店的啊303房间了在这个房间里边等着这个文烈红的你看文烈红当时带着钱来呀哎把这个钱带着几个兄弟抬到这个房间里边刘瀚就说了放到我的车上这5000个W啊就放在刘瀚的车上刘瀚呢说你放完车上之后你回随后啊再来到房间你看到了房间之后呢这个时候这文烈红啊也知道这周公子和刘瀚的身份不简单了刘瀚呢随后给了文烈红一把这个小推就说你罩着你自己的腿给我打一枪啊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颗花上面你要是敢调皮脚蛋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你走不出这个房间这文烈红也不敢说别的文烈红呢也属实是个手的照着自己的大腿哐汤就一起了哎最终那刘瀚和钟子拿了5000多个W另外拿了2000万的赔偿也算是你得回到了成都了那么接下来钟子和刘瀚又会遭遇到哪些故事呢老弟啊慢慢给你更新你给老弟点个红心点个关注